口诀啊 叫做 堂囊度 老鼠尾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来一个堂囊度老鼠尾 在这一个地方我们来一个 来画一个 从这里 堂囊度 老鼠尾 堂囊度老鼠尾 堂囊度比较宽 老鼠尾比较细 好 现在再来画一个 一笔 再画一笔叶子 让它变成当凤园 再来画一个 再画一个叶子 让它变成当凤园 当凤园 在画兰花的时候 最好 在三分之的地方 在三分之的地方呢 可以弯 过来三分之以后 尽量的直 它会比较有力 感觉比较有力量 旁囊度老鼠尾当凤园 在这里 现在破凤园的时候呢 好我们把这个眼睛呢 我们把这个眼睛呢破掉 破凤园呢出来之后你可以弯 也可以直去交叉它 那也可以从这里出来之后 从这里出去 都可以了 看你们的意思怎么样 好 好 现在呢 我就从这里出来 这样出去 这样出去 这个叫做破凤园 破了凤园之后呢 这个一二三笔啦 那我们就可以其他 能不能再破一次可以 但是我可以从这里再破一次 我从这里出来 这个也是直的对不对 这样的 这样兰花比较 叶子比较好看 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一个小叶 小叶 这边呢 这边呢 来一个小叶 好 这个就是兰花的花花 然后呢 还要加一点土 加一点土 你看我压下去 左右咬一咬 左右振一振 好 这个就是他的堆图 好 好了 之后 我们现在呢 要画花 那 我本来想用彩色 但是想一想 那彩色的话 一张 我要算里面 二十五块 比较贵 这个一张 两块 干脆用黑白就好了 反正彩色 你们自己用彩色来画就好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子 好 然后呢 你们未来要 比较 比较 容易 容易画 我们来用那个 黑白的 然后 然后 先把树干 那个 那个枝啊 花饼啊 花饼啊 花饼画出来 老师那你这一张的圆稿是采出来黑白的 黑白 我就直接用黑白 好 现在呢 花呢 可以从这里出来 也可以从这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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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你 随便你 你如果说那我 我要不要我从这里出来好不好 也可以啊 看啊 从这里出来 从这里出来 这个先用弹幕 把那个轨迹啊 画出来 因为等一下你花都要花在上面 那黑白 我们用那个传统的 自古以来 画兰花的那种方法 那个 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兰花这样画 为什么第三片花瓣 那个舌头不画 用点的 后来我看那个大陆的他们的兰花 我才发现说 哦 那个中国那个兰花 那个舌头都很小 很小 舌头很小 它比花瓣小 啊所以干脆就用 它花瓣 那个舌头上面有红点嘛 干脆用点的 可以点大一点 但是西洋的兰花就不一样了 加特利亚兰 我不得了那个 舌头好大 而且花 花色是千变万化 非常漂亮啊 所以 西洋人长得高大 它菜也比较大 花也比较大 什么都比较大 那个那个 我们这边的 海东花到了美国去多次几年 回来几代以后 那个子都这么高 林树 多少公分 200 19 19几呢 它在台湾可怕长不到那么高 就是这样啊 就是那个水土的关系 食物也有关系 食物也有关系 他们都是吃什么牛排啦 吃什么 因为牛比较大只 他们牛也比较大只 牛也比较便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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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摸 摸马的头 摸不到 台湾有什么呢 台湾有的马小小的 对不对 驴子啊 一摸也摸得到 那马还很大 不大的话还得了 不大的话 美国人那么大 骑在马背上 那马就被压死了 美国人高头大马 我们看西部电影 高头大马 那个骑在马背上 好像马 还蛮轻松的哦 那如果坐在台湾的马上面 那台湾马会被压编 好现在呢 我们呢 就用 这个 淡沫 要不然你水会没有办法控制啊 好我现在的 呃 笔肚子是有水的 但是呢 颜色很淡 我要下笔的时候 我就沾一点点浓的 在笔尖上面 好 那这里呢 这里是一个他的轨迹 哎 将来我画要这样画 前面 可以给他画一些花苞 这样是一个花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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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拿一点墨 一个花苞 有时候这个花苞 比较小一点 哎 你可以 画小一点 然后开始要画花了 这个 这个 这个那个 兰花啊 兰花 它本来啊 本来应该有 花瓣有三片 花瓣有三片 一片 两片 三片 但是这一片呢 变形了 这一片变成什么呢 变成舌头 它有红点 后面的三片呢 其实是鹅片 但是鹅片它也变了 变成那个颜色呢 跟花瓣一样 所以 它有 三片 这六片 充充集中在中间 后面的中间那一片 好 这样子 这样子 好 国画 传统的画法呢 它这个 舌头就不画了 舌头不画 直接呢 点三个点 一二三四 点四个点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传统的画画 画兰画的 那我在这边画 画给你们看看啊 这里 一片 两片 我侧面的啊 一片两片 这个 还有第三片是舌头 没有画 不画 然后呢 后面的鹅片呢 有三片 三片一片 这一片 第一片 然后两侧 各有一片 各有一片 好 炸 这样过来 一朵花 这样一朵花 这样一朵花 好 这样一朵花 好 因为这两个花瓣平行的时候 我们侧面看起来前面这个比较大 后面这个因为只有一部分露出来 所以你只看到一部分 所以为什么会 这个会小一点就是这个原因 你看看这里 这个小一点就在后面 这个是一个向右 一个向左 我们现在画一个向上 向上 向上的话 这两片就差不多大 它是向上的 那还有向下 向下 有啊 一二三 中间有一片 在上面 在这里 一二三 一二三 合片 一二三 合片 现在向下的哦 向下的哦 你留下晚上画 你留下晚上画 好 它的 两片有啦 现在 它的 额片中间这一片 还有 两侧 各一片 这样 好 画好之后 画黑白的画好之后 那你要点那个花心 那点那个花心 那点那个花心就是点它的 花瓣的第三瓣 就是舌头 那我们用小楷 那我们用小楷 小楷啊 现在用小楷 浓的 浓的 我们画黑白的时候 浓的末 代表黑 也代表 深红 也代表深红 这个黑色 也代表深红 也代表黑 那么你点这个花心的时候呢 可以尽量不要超过这个 这个 中间这一点 都在这个上面 比如说这个哈 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这样 来 再来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呢 一点 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好 再来这个向上的 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向下的呢 好 向下就不一样 你只能点两点 向下你只能点一点 两点 好 好 都好了 都好了 然后我们把那个杆子啊 加强 先 刚刚是 刚刚只是说 把那个鬼 鬼吉 把鬼吉弄出来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可以把它 加强 好 要跳过的 你要跳过去 要加强 加强 加强了啊 所以这样子呢 就 一朵花 一株花 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 花梗如果 不清楚的话 那你就要再加强一下 那这样就是 一 一幅画了 那么 那今天我们的 附带啊 还要讲一个 就是 小鸡 那小鸡啊 毛茸茸的 那种小鸡 还有经过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会跑 会跑会跳的 羽毛还没有丰富的 那个小鸡 那 还有更大一点的 然后要变成 公鸡母鸡 那这个 最简单 最简单的 就是刚刚生下来的 那个 那个小鸡 那个鸡啊 一生下来就会跑 就会走路了啊 它跟人不一样 它是 一生下来就会走路了 那这种小鸡 刚生下来的小鸡 奇怪哦 都是黄色的 以后它长大变黑的 也是小的时候也是黄的 但是长大以后就变了 好 现在我们呢 最简单的 小鸡的画法 是用两个圈 用两个圈 用两个圈 那个 鸡虎画出来的时候 才在鸡蛋里面 所以它被鸡蛋都绑住了 所以它一虎画的时候 就是说 那个样子像鸡蛋 像鸡蛋 那鸡蛋呢 那鸡蛋呢 这一边 有一个膜 有一个膜 你们知道它头在哪一边 在这边呢 头在右边啊 左边 有些说左边 有些说左边 有些说右边 不会搞不清楚 但是呢 原则上 以这个鸡蛋为主 这个 我们把它画一个 这个啊 表示什么呢 如果这个鸡 虎画出来的鸡 你以什么角度看 你如果在上面看过去 那这个 这两个交叉点呢 这个点就在这里 如果 你看到的鸡 是 比较正的 比较正的 那我们再画这条鸡蛋 然后这一条 横的线就会比较高 对不对 我们比较 这个 这个是比较高的地方 扛下去 这个比较低的地方 扛下去 好 如果这样子的话 鸡的 头在这里 它的 翅膀呢 一个在 这里 一个在 这里 这个比较小 这个比较大 这个比较大 一个小 一个大 这样子 然后脚呢 在这里 它长出来的脚 在这里 嘴巴 在这里 它的基本构造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画最简单的小鸡 你们回去可以自己 试试看 画最简单的小鸡 一个圆圈 一个圆圈 两个圆圈 两个圆圈 这个最简单的 所以刚扶下来的 什么 什么轮廓也 也没有了 然后呢 它一定有一个 小腿 脚嘛 脚一定有腿 脚一定有腿 不要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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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的技术 没有老师 一般也不要换笔 老师当然不用换笔 然后呢 老师那两个圆圈的 那个墨 要什么 就是笔用大墨 然后沾一点浓墨 然后在笔尖上面 就绕一圈了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画两个圆圈 通常这个时候 这个墨会晕开 那两个圆圈 对 那你就用 你就用纸 按一下 用卫生纸 卫生纸的吸墨 效果最好 它就不再晕了 它等干了之后呢 等干了之后呢 点眼睛 点一下 这个点的晕过去 好 定来会晕 赶快 把它吸掉 这样子 好下 这个最好的鸡 刚刚刚出来 那这个就是鸡 小鸡 所以这个 简单的 很简单 两个圈 老师那另外一边的眼睛 要画一点点出来吗 不用 看不到 看不到 因为看不到 看不到 那这样就很可爱了 就画两个圈 然后再一个 白花的下面 因为它很小嘛 那个翅膀没有画 可是这样看起来 好像有翅膀的感觉 对 因为我这个墨 这边变成两边有墨 这样子感觉 那如果说你要画翅膀的话 要画翅膀的话 不是去画翅膀 而是点一下 那边 这边呢 点一下 那边 点一下 这样子 它就晕开的 晕开的 那个就是翅膀 因为翅膀的末端 非羽毛 点个黑的 就这样子 好 那 那这个就不用画稿了 这个你们回去 自己再试试看 你们回去啊 都画两个圈 画两个圈 好 画两个圈呢 不容易啊 我们拿鸡蛋起来看 拿鸡蛋起来看 拿鸡蛋起来看 那个 这只小鸡 是刚孵出来的 刚孵出来的 刚孵出来的 对 刚孵出来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 你要画两个圈 也不是说 随便画两个圈 方向 我现在 再画一个 再画一个鸡 再画一个鸡 如果 你把它 分成四分之一的话 谢谢大家